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牙口比我好的北极熊到了冬天后叫都叫不行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平时就喜欢睡觉的我们到底会不会冬眠呢 其实我们大熊猫不仅不需要冬眠 而且在严寒的冬天里 即便是漫天风雪 我们也会照常出门觅食 哟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是不是想说难道我们不怕冷吗 对 没错 完全正确 我们就是不怕冷 你可别忘了 本滚滚可是从冰河期就一路叱咤风云走过来的 看看我这身漂亮的外衣 它可真的不简单哦 你们看 它看上去柔软而光滑 但实际上却是非常厚密牵硬的 我的毛背厚而粗 由蒸毛和绒毛组成 从毛的显微结构看 其水质层比较厚 有良好的保温性能 外层富含油脂 具有良好的防潮作用 所以就是这身皮毛 把我完完全全地包裹并保护了起来 适应潮湿而严寒的自然环境 使我可以在雪地上翻滚而安然无恙 再加上滚滚我 和一颗聪明的小脑袋 天气一冷 我就往海拔低一点的地方走 气温相对暖和 竹子也会更多哦 所以朋友们 本滚滚不冬眠的秘密武器 就是我的这身皮毛啦 虽然到了夏天的时候 有点热 不过我们会往海拔高的地方迁徙 在熊猫基地里生活的小伙伴们 有空调和冰块的价值 人一人也就过啦 有空调和冰块的地方运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